哈喽大家好,我是Kimi-chan 今天的主题是分享MV系列 是谁的MV呢? 是周大森的MV啦! 杰伦出了一首新的歌曲 说好不哭 本来想带大家认识里面的两位男女主角 但找资料的时候发现 这个MV好多隐藏彩蛋啊 所以决定分享MV 还有介绍两位男女主角 那么我们开始吧 说好不哭这支MV是在日本拍摄的 导演是陈毅仁 这个名字你们可能不熟悉 但是一定有看过他的作品 像是五月天的干杯 翻成中文就是仙草艺术大学 咦?不知道彩蛋是什么吗? 让我告诉你 陈毅仁导演的工作室就是叫做仙草影像 玩了一个可爱的双关羽的呢? MV当中出现了两次的戳戳脸 看过杰伦在十二年前的不能说的秘密吗? 这个可爱的动作是在致敬这部电影 还有一个场景是在致敬晴天 女主角骑着脚踏车去打工 后来把相机送给男主角 这里致敬了晴天里的这个片段 片尾出现了周杰伦和五月天 前两个字排在一起 变成了周五 也和之前杰伦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 搞笑说着要和五月天组成周五乐团 没有想到彩蛋有那么多 男主角女主角到底是横方神社? 男主角的名字叫做渡边归佑 182公分 26岁 日本工程县人 在大学的时候被星探发掘 刚出道时以模特为主 2018年时出演了假面骑士 也是他的第一部电视剧 2019年6月底 发行了第一本写生集 原来渡边在戏剧界才刚起步 期待看到他有更多的作品 女主角的名字是三级彩花 身高170公分23岁 日本其遇线人 小学三年级时被星探挖掘 加入了日本大型艺能事务所AMUSE 以童心的身份出演许多电视剧 2007年以非常老爸这部剧出道 2012年出演电影 大家早上好 并获得了每日电影节奖的新人奖 2013年5月 三级第一次担任主角 连出电影《旅者的岛哥》 15岁之春 饰演一名因为位于冲绳偏僻的家园 南大东岛上没有高中 而被逼转到那爸升学的中学生 众里优奈 评论认为他在电影中的表现自然 外貌有透明感 三级因此获得了第35届 横滨电影节的最优秀新人奖 没有想到三级的经历竟然这么豐富 演过戏剧 电影 MV 也带演了广告 跨足了好多个领域 未来可以尝试唱首歌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会喜欢 在这里庆祝一下 频道快破6啦 太开心了 还请大家帮我多多宣传 请大家分享订阅按赞 那希望大家明天有个mail的一天